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就是针对能吉里补选 这个回教党的总秘书达吉尤丁 他在几天前的一个 讲座上 讲了一句话 涉嫌 恐吓 威胁 当地的选民 他就说 如果你们投给对方的话 没有投给我们回教党的话 这样你们 到时候要申请土地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大概是这样的说法 然后今天就有人去报警 说他在恐吓威胁 选民 OK 其实针对这样的新闻 我是觉得很费解 我很费解 这个回教党 尤其是做到总秘书这么高职位的人 为什么要这样来做 OK 我费解的地方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 其实这个能吉里补选 这个回教党是深闻的 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 我真的是不明白 都深闻了 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情 很奇怪 然后第2点 就是 其实 他这句话 是 骗小孩子 假如我骗小孩子 其实 大家都很清楚 投票真的是秘密 也许 也许 在 这个 投票站里面 最小的单位 就是 一个 投票站的其中一个 沙罗兰 可能里面 最少最少也有几十张票 在里面 你最多是 可以 确定 那一个沙罗兰的几十张票 里面有几十个人 他们这几十个人 全部 多少张 投给了国阵 多少张 投给了回教党 你最多只可以知道 这样罢了 但是 你不可能知道 你张阿猫 你李阿狗 你投了给国阵 你投了给回教党 不可能知道了 OK 所以 现在回教党 他很大声的告诉你 你们 谁投了国阵 没有投回教党 你们申请不到土地 我真好奇 你可以告诉我 你可以明确的告诉我 谁投了给国阵 谁投了给回教党 我觉得他答不出来 他在技术上 他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 那一个沙罗兰里面 几十个人 或者是几百个人 你顶多可以知道 这个沙罗兰里面 几十个人 有谁 然后呢 这几十个人里面 多少张票投给回教党 多少张票投给国阵 你顶多可以知道 这样罢了 所以呢 任何一个政党 他告诉你 我知道你张阿猫李阿狗 投票了给谁 完全是骗人 OK 所以 这就是 第2点奇怪的地方 然后呢 第3点奇怪的地方 就是 任何政党 尤其是执政党 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讲出这句话的啦 你不投给我的话 我就讲你怎样怎样 这些 犯罪的成分 明显 很高 是不是 明显是不对路的事情 不正确的事情 是不是 除非你真的是很糟糕的政党 你才会讲出这句话啦 你是一个规模这么大的政党 你讲得出这一句话 你不投我 我就不让你深情土地 这是第3点 让人费解的地方 一个这么大的政党 怎么可以讲出 这种这么小孩子气的话呢 OK so 可能这个就是 回家党的数字了 OK 我们也不能 期盼太多 所以就是这3点 我觉得 这个新闻 超级令人 费解的 第一 你英文的地方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第2 你可以 告诉我 张阿猫 李阿狗 投了给谁吗 OK 第3 你一个最大的政党 为什么可以做出 这样的事情 OK 总的来说 对于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来说 我们大家都很期盼 我们的政治的 的数字 会一天比一天的好 而不是倒推的 回家党现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在倒推的 要回到去那种 没有民主的时代 那种黑色恐怖的时代 OK 你不投我 我不让你申请土地 OK 所以 不应该这样 所有的政党都必须 以这一个回家党 作为一个反面教材 我们的民主政治 是倾向于 让人民 更加自由民主的选择 他们所想要的政党 在没有 被威胁的情况之下 做出自己最想要的那个选择 而不是 我害怕你不让我申请土地 我 我害怕你等下对我求后算账 我害怕等下你叫警察来抓我 这样的话 这个叫 哪门子的民主自由 OK 所有的政党都必须以这个回家党引以为解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